在今屆政府的理財哲學裡面,我們是著重錢用得其所,所以在今年的盈餘裡面,我們一千三百八十億裡面,大概拿四成左右,接近四成,出來以不同的形式和社會分享。 其他的我們就用來改善服務和投資未來,我們覺得以我們現在的做法是比較針對性的,向有需要的人士提供支援,我們覺得比較合適。 至於海洋公園,大家知道在這些大型的主題公園,其實相當重要就是它裡面的設施,要不斷地吸引不同的入場者,進去參觀,進去使用。 在海洋公園,我們也看到在過去一段時間,在這方面,他們事實上是可以進一步提升的。 因此,我們今次分幾年給他們三億,就是協助他們提供一些新的設施或者服務,尤其是是跟教育相關的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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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